民国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 大陆一职 中共随大势歼灭中华文化 以建筑而论 全国各省古城 古庙 古宅 古籍多造拆毁 而新造建筑 则进访苏俄 共产主义建筑风格 中央政府退居台湾 先总统蒋公纪夫人 赌奉儒家思想 以一岛之地自抗洪流 肩负复兴中华文化 这巨刃 中央政府既视中国古典建筑 为国家建筑象征 乃密聘 公于此道之建筑师 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 设计少数具国家象征意义之建筑 渡台之士 经于中国古典建筑者 亦不亦求 终能胜任托付 根续残阳中国古典建筑与奔灭 杨华尘建筑师 圣一代表帅 彼尘先赴新安宫 魏逊仑 必应追随卓尘老婆十年 诱惑乃爱 正立 正立 御立 鹤立 多年提戏 则申恩重 横以先见 浊臣老婆 传记文字为悍 彼 缅路 楼 骗 出树 梗 不足壮 浊臣老婆 身平 事工 风范 于万一 新安宫出世 卓尘老婆 于民国六十年 1971年 香港董浩云老婆席间 时 卓尘老婆 从台北抵达香港 洽谈设计装修 雌鸣侠儿之豪华 客轮 伊丽莎巴皇后号 其容积总盾 高达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三顿 并握持 世界最大客轮吨位记录 自1998年 民国59年 1970年 豪云老婆 至美国拍卖 扣的试船 一名海上学府 英文名 C-Wise University 自驻天下学子 旅欠行千里路 读万卷书之宏愿 照唱史上 首座海上大学 豪云老婆 树心目中华文化 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 装修海上学府 卓尘老婆 聂因设计 中国古典建筑 而享盛誉 其代表作 台北圆山大饭店 建于1967年10月31日 获美国财新杂志 Fortune Magazine 评置为 全球十大饭店之一 建于当时财新杂志 所想国际媒体 声望与地位 自是殊荣 豪云老婆远聘 卓尘老婆主持设计 海上学府 西畔中华文化 能随学府 中横四海 扬威五周 民国61年 1972年1月9日 海上学府 不幸于香港海面 被中火沉没 卓尘老婆的设计 以烟消灰灭 深细未曾保留设计图样 民国71年 1982年 豪云老婆并没 位于香港 乡岛小竹内置豪云堂 亦属而成老婆所设计 民国69年 1980年 比于英国伦敦 攻读建筑 美于暑假 途经台北 必拜宴 足成老婆 宠臣会免 民国73年 1984年9月 足成老婆尝试 其珍藏清代营造 这里一策 其许尤切 这一本就是清代营造策利 上面先附还有写 杨卓成先生所赐 旭康景增长 还盖上我的印章 里面就是所有的中国古建筑的图样的说明 还有一张照片 是当时候在台北一个某餐厅拍摄的 佐诚老婆在这边 我在这里 还有杨玉丽建筑师 她女儿在最右边 岁月迁移 幽霍间已四十余年前救世 而佐诚老婆墨十六年移 佐诚老婆生于民国三年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墨玉民国九十五年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享年九十三 缘席河北丰润 出生河北唐山灵溪镇 盖乃副杨西公魏玉丰 时任唐山灵溪镇英国开软矿物种局秘书 小学入开软矿物种局经营之开软小学 初中入唐山马家沟开平中学 高中入天津南开学校 开软矿物种局之总部设天津 杨西公活因植物两地往返 而义母沈泰夫人 时遇天津 常遇照福 昨成老伯中学毕业 入私立南开大学化学工程系 赴界读习辱大学无限电系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四变 日军全面清华 平津相继沦陷 私立南开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三校师生 撤走长沙 十一月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十二月南京沦县 师生在迁徙云南昆明 民国二十七年 一九三八年四月 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难当头 三校师生各路漫进 拔山涉水 纷纷赶赴昆明 而卓成老伯一乡邪庶宿明同学 经护航干 参丰塑路 辗转底滇 改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机械系一年级 民国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年三月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 千校云南 驻成江 离昆明六十里路 卓成老伯正在升学两年级 某日赴成江 观摩国立中山大学 建筑工程学系 兵业学生设计展览 顿觉兴趣安然 随以借读生资格 于童年五月入国立中山大学 攻读二年级建筑工程学系 民国二十九年 一九四零年七月 随国立中山大学 迁返越北平时镇 一年毕业 既毕业 唐滋留平时镇和昆明 某职尧庙 乃转赴抗战培都重庆 魏锦卓成老伯倡立一小型营造公司 以设计营建万金油财阀 吴文谷重庆司宅 站入头角 并获重庆市市长吴国征青岚 赴于民国三十三年 十一月考取建筑祭司资格 一年二月受建筑祭司证照 然暂时拓展建筑业务中非易事 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二月 着陈老伯与江苏高连帝伯母 互上订婚 同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旋离重庆返户 与八仙桥青年会堂举办婚礼 并占职上海市公务局 年底西眷迁居台湾 一年四月正式任职 新成立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都市计划委员会 贤科长 民国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籍暴民作乱 三月反护避难 占居正江 数周后受任安徽省九龙岗淮南煤矿工程师 民国三十七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十八会战爆发 一年二月再迁台湾 寄居台北古亭区荧光里 任台湾工商银行营造科工程师 民国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三月 至民国四十三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任聘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 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建筑师 怀特工程顾问公司 受聘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 中国分属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s Mission to China 与行政院美元运用委员会 顾问美元运用与执行所设置工程事项 对稳定发展台湾经济 扮演一重要角色 怀特工程顾问公司 在台支企划经理为 Diet Bobsang Valerie Sergei de Boussang 秘书为苏艾伦 苏艾伦 因共事而成仁友 民国四十六年 1957年迪宝赛返美 卓城老伯每次赴美 多于迪苏叙旧 怀特时期 卓城老伯设计多项美元建筑 包括台北市北安路 美军六三俱乐部 台北市怀宁街 中国之友社 增建工程 民国三十九年 1950年 竣工至台北市中山北路 五段四林 蒋公官邸 增建工程 其建筑体 含蒋公纪夫人 每周礼拜 至凯歌堂 与附属警卫宿舍 以及民国四十一年 1952年 竣工至台北市中山北路 四段 圆山大饭店初期 凯歌堂与圆山大饭店 皆蒋公 及夫人 私下关切之建筑 由此奠定 竣城老伯建筑师生育之基础 民国四十三年 1954年12月 竣城老伯自述门户 成立和睦建筑师事务所 和睦两志 一起处事难争 营运公司者 无法对外千千君子 对内深色俱利 竣城老伯晚年聘雇 数十年年制员工颇多 清坛间 一致称许 数十年相随 未常见竣城老伯 立言俊言相辙 其敬怀 自非泛泛众流 所可比义 竣城老伯敦厚重担 深得北方辉鸿 淳婆自治 圣中国传统斯大夫 丰尼致典范 国内外民建筑师顾重 论个人修养 恐多难忘起相辈 中国艺术高下 数纪人格高下 品格既高 亦真化景 足成老伯所设计之 中国古典建筑 绝无坐坐娇媒之态 亦无刻意刀斧之痕 自然浑厚 气势壮阔 这次一时 民国三十八年 中央政府 签敌台湾 各国始劫 摸国高官 烙奕相重来台 为汉无一核式官舍 可供住宿 一缺 国宴场所 为拱固政府 国际地位 蒋夫人遂筹划迎建一座 足以行销自由中国至官方饭店 建筑风格借鉴北平故宫 名之原三大饭店 民国四十一年 一九五二年初期完成后 民国四十五年 一九五六年 矿建金龙厅与附属餐厅 民国四十七年 一九五八年 矿建崔峰厅 民国五十二年 一九六三年 矿建麒麟厅 这里这一本是杨卓成老婆自己收藏的照片集 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原三饭店照片 像这一张就是原三大饭店第一集的照片 很难看得到 然后还有卓成老婆自己在金龙厅里面留影的照片在这里 民国五十七年 一九六八年 再规划第二集十四层宫殿式饭店 并于民国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双十国庆日开幕 这本里面呢 还有这个原三大饭店当年的透视图 还有大堂的照片 这里还有宴会厅的照片 原三大饭店经理乃江夫人外甥女孔令伟又称孔二小姐 竹城老婆常艺术二期设计 为孔二小姐作习习惯 尽于嵩迹 日年夜醒 设计会议皆定夜晚 美信至勃勃 由凡亲手修改图样 为辞味定夺 而进宫日则月趋逼近 某日孔二小姐赴美审亲 昨城老婆当机立决 不代归国定案 急语发包司空 遂信如其进宫 施工期间 蒋公吉夫人数度视察工地 关切致阴 中央政府牵台支出 谁财政兼困 人途开垦南部旅游 卓成老伯于民国46年1957年 即完成设计建造高雄市 爱河旁之高雄原山大饭店 台湾经济稳固后 其规模已嫌不足 来决议牵纸澄清五半 卓成老伯之设计 为一栋五层楼中国宫廷寺建筑 民国60年1971年4月 郡公刊幕 与台北原山大饭店南北辉映 习美国承认在台中华民国 为合法代表中国大陆之政体 政府顾极重视民国53年1964年 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 并委任卓成老伯设计中华民国馆 及中国馆 博览会坐落纽约皇后区法拉圣草坪公园 占地六百四十六阴谋 八十国二十四周四十五期涅 合建一百四十管 展齐自1964年4月21日 自1965年10月17日 中华民国既担负 曾记中国道统与文化之大任 中华民国馆之建筑风格 源自中国宫殿建筑 1962年11月29日 中华民国馆获土 蒋夫人自专函布告美国 驻联合国大使斯蒂文森 并于1965年11月1日 立临参观中华民国馆 可建政府之周圣 纽约世界博览会官方手册 自文字简介 续越 中华民国 这座富丽堂皇红色与金色博览馆 复制了帝皇宫殿 西半球首趟建造尺内建筑 结构内展示了 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化 以及大量西建又美丽的艺术品 铜器 瓷器 玉器 丝质 芽 木 石雕 台湾的风景 它的土地改革与工业 皆有图示 部分展示 部分展品放置在博物馆内 精彩重点 帝皇宫殿 除钢架结构 博览馆 所有构建 在台湾制造 他们在帝皇宫殿 都可以看到 包括了手绘图 手绘天花板 乌瓦与牌坊 这一本照相集 也是卓晨老婆的旧场 里面就有一幅很珍贵的照片 这一张照片 就是纽约的博览徽的照片 还有一本 非常难得的 这是中华民国馆历史文物展览 这个是一本小小的展品目录 里面就欧罗万象 当时展出各种类别的展品 而且它的这个借展的单位 很有意思 这里就有这个中央研究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 还有很多单位 还有夜宫超大使 自己的市场 这个里面 它的范围包括了 有古籍 有铜器 文房 钱币 书画各方面 当然近代的书画 还有张大迁 普星渝作为代表 南章北谱 代表中国 中华民国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 自身国际舞台 毫不犹豫 以中国古典建筑 与文化面试 其文化自尊 自信 报复 捐抵不受大陆政治挫折 与西方洪流影响 故知 蒋公领导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乃出自一代文化制成 近二十年 两岸重要建筑 多聘国外建筑师为之 而当地建筑 依求全盘西化 中华文化之首气 惊喜之别 能不痛惜 幼数年 民国五十六年 一九六七年 母国参与加拿大主办 世界博览会 Expo六七 昨成老婆再受任设计 中华民国馆 世界博览会坐落蒙特楼州 魁北克市圣武岛 圣海文岛与海港城 占地九百英谋 六十国及各企业合建九十馆 展席自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华民国馆之建筑风格 仍依循中国宫殿建筑 为建筑造型更简约抽象 更朴实雄伟 后十三年 民国六十九年 一九八零年 此意象重现于 国立中正纪念堂设计 四博会于四月二十八日 开放参观 当日涌入三十余万人 自十月二十九日闭幕 观众人士达五千四百余万 十加拿大总人口 一仅两千万 可谓空前绝后 破端以随之而起 五月三十日凌晨 中华民国馆失火 内部一焚殆尽 仅候广场之中国餐厅 未受波及 中华民国馆被迫修馆四周 一切重造 据卓成老婆 艺术 释出中共幕后 售死中国 有五年后 民国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海上雪府 被焚沉没 乃其一册万计 这里一张照片 这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入口 加拿大 这个Expo六十七的入口 的中华民国馆入口 蒋公未便巡视全省 天色行馆三十余处 其设计简繁不一 卓成老婆设计之行馆 应为数不少 然雪之者 仅台中丽山宾馆 与桃园大西池武宾馆 其他已难考证 向行馆未求保密 未留更多记录 丽山宾馆 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 布局于海拔一千九百三十五公尺三巅 建筑之尺度 成叠之云台 与三室融合一体 望远 玄霄丹雀 卓成老婆常艺术 蒋公与建筑设计会议 屡亲子鲁班尺 丈量室内尺寸 省士吉凶利害 比 自存 蒋公统领百万雄师数十年 历经战事 正事无忌 生死存亡 常便于煞间 对天道天命 当有凡夫莫歹之解悟 晚清 中兴名城 曾国凡 一座三分人士 七分游天 景语 天命难易之故 勘语乃顺天之数 终圣贤 欠行不辞 卓成老婆 义公勘语 事务所 设南京东路二段九十五号 面朝四十公尺宽马路 其个人办公室 却不见窗户 景依密室 比出圣雅役 某日不禁叩问 昨成老婆告知 本大楼对面两层高基督教礼拜堂 屋顶层三角形 堪称凶杀 不宜保留窗户 故以木板避之 乃知 昨成老婆参就勘语 未必摘祸有方 若干年后 笔设计先附生况 平求教墓穴勘语 得妥善之道 民国六十四年 一九七五年 四月五日 蒋公奔 零九 战错池湖宾馆 一命光复大陆 四归藏故都南京 昨成老婆设计之池湖宾馆 唯一栋四合院中国古典建筑 池湖之池字 远出蒋公思念慈母之意 自此更名为 总统蒋公邻静 蒋公毕生尊奉中华文化 战错之建筑 至应合伏古典传统 毕窃师一日天下澄清 蒋公微藏故都 勿寻中国古典建筑风格 设计邻清 民国六十四年 1975年7月1日 政府成立中正纪念堂 筹建小组 8月2日起 台湾银行 由位局各地分支刑局 依中正纪念堂 筹建经费募席办法 收受各界捐款 民国六十九年 1980年4月4日 中正纪念堂筹备小组 或国内外各界捐款 新台币 2亿3209万2081元 六角六分 共2348位捐款人 令七家企业捐献营造建材 可证人心归相 民国六十四年 1975年8月23日 筹建小组于中央日报 联合报刊登 征求中正纪念堂 设计蓝图公告 基地定中山南路 信一路 杭州南路 爱国洞路 中间范围 面积约 25万平方公尺 设计净图 锁定建筑需求如下 一 中正纪念堂 建立总统 讲功 照相 并成立其一生 对国家民族贡献 薰液史料 二 音乐厅 用那两千至两千五百座位 做交响音乐 演奏及其他大规模 表演和集会之用 三 国剧院 用那一千至一千两百座位 做国剧 画剧及小规模 音乐演奏之拥 四 中正公园 配合建筑物配置 全部范围 整体规划为公园 公告前一日 星光系列五火师 首先成报 捐献四百万元 铸造讲功铜像 设计净图分三阶段 第一段民国六十四年 1975年10月15日 得四十三件参选设计建议书 第二段 十二月三日 初选五组建筑师 第三段 一年四月底 五组建筑师提交设计图 与建筑模型 七月七日 筹建小组决议选用 酌层老婆之设计方案 亦其中独一制 中国古典建筑方案 这里有一张 也是酌层老婆 就藏的透视图照片 是国家剧院音乐厅的透视图 酌层老婆藏艺术 净途于签约 波折笛起 筹备小组委员之一 费华 民国六十四年任行政院秘书长 民国六十五年任财政部部长 其子为参选建筑师之一 私心所吃 颇多偏叹 蒋夫人于民国六十四年九月 及以赴美 一年四月方氏归国 至极关切中正纪念堂设计 某日蒋夫人立临省市最后阶段各设计 左城老婆之设计仅遭一致他处 蒋夫人关闭于左右 不见杨左城设计 左右遂举许出四夫人 蒋夫人数式中国古典建筑 为国家建筑象征 非错于西方建设 十进营西方文化游身 方德明系中华民国 若人偷袭西方建筑 亦景十人衙会 九字莫留 焉能以文化并肩诸国 妄论折服诸国 蒋夫人首肯着成老婆设计 故意想中事 民国66年1977年 九月签约设计兼兆事案 自民国69年1980年 三月中正纪念堂竣工 又自民国76年1987年 十月国家剧院及音乐厅竣工 合计十年之久 左城老婆于63岁至73岁间 欧薪力学 尽其才华智能 创造一座代表自由中国 文化政治与经济 是中国古典建筑群 这一张照片就是蒋经国总统 这位是卓晨老婆 陪同勘查中正纪念堂工地的流影 是他当时挂在自己办公室墙上的 这里还有就是完工后 这个整个中正纪念堂两厅院的鸟饰图 外观造型逐经验四人 内部音响亦轻浮专家 英国剧院技术评论杂志 CUE Technical Theater Review 1988年1、2月发行本 与美国歌剧新闻杂志 Opera News 1988年3月发行本 接专题报导 赞叹不止 这里几张照片 这是CUE杂志 还有Opera News的 这几张的杂志的照片 其实都是卓晨老婆当年送给我的 做纪念 民国80年 1991年 比初返台湾 工作茫然 卓晨老婆呵护油家 开然无常运用奶爱 玉立办公室 赐一立足之处 肃然十年 自民国八十九年 2000年 结束和木建筑师事务所终 十年间 恒常应切随寻 旅忧彼 入不付出 更以缘以月薪 赴苏寒先父 告彼近晃 以会老怀 恩情厚爱 知欲 诗之 苍然难射 这里有一封 是卓晨老婆 亲笔的信 写给先父的 上面这是 CC Young & Associates 还有南京东路的地址 这封信 所以很珍贵 这里呢 还有一本 是卓晨老婆民国62年的护照 这个里面是 这个看到卓晨老婆的照片 这个是一个感谢金牌啊 是总统府 市委长 周坚将军 送给 卓晨老婆的 比增长 卓晨老婆 信杂若干通 照相本 十余册 护照 十余本 事务所 奖状一件 事务所 合约 述册 藏书 述本 多卓晨老婆 续贤 杨 萧妙 伯母 所赐 一物固堪 不略就饮 为难消泄 春秋 点燕 之语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